知名连锁餐饮集团威京国际 旗下有四间江小鱼酸菜鱼锅 因为被山处查获了大量的过期八鲨鱼 总重量达到了39公顿 还涉及了改标重新贴上标签的方式 除了涉及刑事责任之外呢 消保官也要求业者要提供消费者的权益保障 跟求成事宜 因此刚才集团公告声明 只要是从110年4月1号开始 一直到112年1月13号之间 在台中工艺大墩南投的普里店 及彰化的园林店 四间店曾使用过鱼品的消费者 只要能拿出购买证明 就赔偿五倍的损害赔偿金额 如果消费者因为使用他们的鱼 而导致了身体受损 只要提供相关的就医诊断证明 公司会赔偿消费者所损害的金额 五倍的赔偿及医疗费 那么业者也向消保官承诺 消费者所提供的退费市政中呢 会从宽认定 因此也发布了文字声明 给曾经到四间店 使用鱼品的消费者可以求偿